欢迎来继续Focus我们要看的就是东京奥运 先来看一下今天的金牌排行榜 我已经第二名的美国足足多出十面金牌 接下来今天东京奥运今日赛事亮点点评 依旧是资深体育主播刘善群 善群我们最近都是用数算金牌数来记得2020东京奥运的成绩 但是关于破世界进入这件事 究竟在奥运殿堂上他的重量跟分量应该被怎么看待 善群 在奥运的比赛场上当然是金牌第一 但是拿金牌又破世界纪录可以说是好上加好 这件事情就在今天的男子400公尺跨栏的决赛当中出现了 来自挪威的好手Wolm Holmes 他在男子400公尺的决赛当中 跑出了令人惊艳的45秒94的世界纪录 他这项成绩是人类在这个项目当中 头一次跑进46秒之内表现非常非常的出色 而且把他上个月才在挪威奥斯柱创下了世界纪录 46秒70足足推进了0.76秒 可以说是表现非常出色 他上个月打破的世界纪录是美国选手Kevin Young 他在1992年的巴塞隆纳奥运会所创下的46秒78 结果他打破季度的时候他还开玩笑的说 这个季度比我还老 因为奥运季度是29年他才25岁 不过今天Wolm Holmes能够打破这个季度 跟跑在他旁边的美国选手很有关系 因为美国选手Benjamin也发挥得非常好 在比赛中也跑出了46秒17的成绩 美中纪录也比他Wolm Holmes上个月 在挪威奥斯柱创下了46秒70还要好 而这项比赛八位进入决赛的选手 有六位选手成绩 不是世界纪录 中纪录录就是国家纪录 可以说是有史以来世界最好看的一场 男子400公尺跨篮决赛 而Wolm Holmes这个选手 他跟田径结缘非常非常有趣 他在八岁的时候到市中心去找朋友 结果他的朋友是田径俱乐部的 他说这里有一场比赛你要不要来跑一下 他当时是穿牛仔裤跟宽松的T恤 结果他去跑竟然拿到200公尺的冠军 从此之后他就喜欢上了田径 而在田径比赛当中他17岁 在挪威的比赛一个人拿过八面金牌 而且他在20172019两届世界锦标赛都是冠军 特别是2019从来没有输过一场比赛 他当选了欧洲年度最佳运动员 这位豪神除了田径之外 他最喜欢的游戏就是玩乐高游戏 好 所以谢谢善群这么深入的介绍 让我们感觉到他几乎呢 不只是拿金牌 而且破世界纪录 有这样的奇人 有如探囊取物般轻松 但善群脸评我很喜欢有一个特点是 他特别提到了拿银牌 就是强强相争里面 这位银牌选手也刺激了他 有更惊人的表现 今天古巴的角力选手 为什么您要特别介绍 这项比赛 您刚才提到金牌 金牌很重要 但是如果有一位选手 这位古巴选手Lopez 他在昨天深夜的比赛 男子130公斤的希腊罗马式的决赛当中 他又几乎的对手拿到了金牌 他是连续世界的奥运 也就是说从北京到东京 北京 伦敦 里约 东京 连续世界奥运会 都在同一个项目拿到金牌 这次奥运史上 只有五位选手有了这样结束的成绩 这包括我们熟悉的美国天津选手 卡路易斯在跳远项目 以及美国的飞鱼菲尔普斯 他在男子200公尺 个人的混合式当中 有过这样结束的成绩 而这位古巴选手罗培斯 他赢得比赛之后很高兴 把他的教练扛上了赛场 感谢他 他的身高有198公分 他的体重超过130公斤 可是他有一个可爱的外号 叫做小孩 他这位选手 他在这次比赛之前 他也传出一些风波 有人说他去美国的迈阿密训练 他是要叛逃 但是最后证明他没有 他是古巴连续世界奥运会的掌棋官 在昨天拿到金牌之后 他还特别感谢古巴的老领导人卡士楚 谢谢善群 今天为我们介绍这两位 可以说是令人惊异的奥运选手 金牌选手 明天有诉仇的大战 虽然台湾不在其中 中华队不在其中 但我们看起来应该也会大呼过瘾 善群 明天晚上的台北时间六点钟 在横滨棒球场 地主日本队跟来未免的南韩队 两队要在这里大战 因为这两队这一次奥运会 都是精锐进出 都是由职棒一等一的好手来出赛 所以这场比赛精彩可棋 赢的人可以直接争夺金牌 所以对两队来说 可以说是非赢不可 这场比赛预计是非常的精彩 另外在高尔夫比赛方面 我们的选手女选手 徐维玲跟黎敏两位选手 最近在国际赛表现都很好 我们也希望她在女子高尔夫 跟潘正宠表现一样 为我国能够赢得好成绩 另外女子在51公斤的拳击比赛 我国选手的黄晓文 已经笃定获得铜牌 但是我们希望她更上一层头 希望明天能够穿金带鱼 非常谢谢善群今天的点评 奥运赛事的确是场场精彩 谢谢您让我们认识了 在世界上这么多非常出色的奥运选手 我们明天见 谢谢善群